普兰德城邦 下城区的古董殿内 邓肯手捧着一份城邦周报坐在柜台后 看上去仿佛正在漫不经心地读着报纸上的内容 突然间 他的眼睛眨了两下 原本有些涣散的眼神重新聚焦起来 随后他看了一眼手中的报纸 淡然地把报纸颠倒过来 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印着最近城邦中发生的大事情 深海大教堂的主教瓦伦丁阁下将在不久后主持一次大规模的驻导活动 届时全城十余座教堂都将冥想大众 拉动汽笛 以呼唤风暴女神的力量 为城市降下赐福 而作为这场驻导活动的预热 执政官丹特维恩在昨夜向大教堂表达了祝贺 并送上礼物 报纸首页的版面上印刷着那位城邦执政官的面容 那是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 头发灰白 身材高瘦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脸上有着一道颇为吓人的伤疤 一颗一眼则取代了他原本的眼球 那显然是某次致命事故留下的痕迹 邓肯的目光在报纸上缓缓扫过 脑海中却浮现出了那位名叫凡那的年轻审判官的面容 那位审判官的眼睛附近同样有一道疤痕 虽然不曾影响视力 但也足够醒目 他回忆起最近收集到的情报 这座城邦的执政官丹特维恩正是审判官凡那的叔父 而他们脸上的疤痕据说都源自同一场事故 那是在11年前 十字街区附近的第六街区发生工厂泄漏以及邪教徒暴动 丹特维恩与凡那维恩被暴徒所伤 两人在事故中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而这也促使他们如今成为了坚定的深海教会拥护者 并积极打击着城邦中的邪教活动 这些情报在城邦中不是什么秘密 属于官方记录和民间传闻中都能找到的内容 在下城区随便打听一下 听到的便是这些事情 又是11年前 又是第六街区的工厂泄漏 邓肯默不作声地将报纸翻到下一页 脑海中则组合 梳理着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收集到的各种线索 太阳碎片 妮娜记忆中的大火 妮娜近期的噩梦 审判官凡娜与执政官丹特当年遭遇的事故 还有那位似乎在调查真相 来历不明的少女雪莉 所有这些事情 都在围绕着11年前第六街区的那次工厂泄漏 现如今太阳教徒又在城中蠢蠢欲动 而他们背后的太阳神 是一个正在燃烧的 仿佛邪神的东西 那东西还在向外求救 邓肯现在还不打算跟那个太阳神打交道 但他有些担心这股正在黑暗中阴然的无明之火烧到妮娜身上 鸽子一大早就被他放了出去 在城邦中寻找邪教徒的线索 现在还在外面游荡 妮娜正在楼上收拾书本 一会就要出发去学校 店铺外面的街道正逐渐热闹起来 车马路人的声音穿过门口 带来了鲜活的生机与活力 轻快的脚步声突然从楼梯上传来 陈旧的木制楼板发出轻微的歌之声 妮娜小跑着出现在邓肯视线中 他手中拎着书包 另一只手抓着准备充当午饭的面包 叔叔 我要上学去了 慢点跑 别摔了 还早呢 邓肯无奈的看了这姑娘一眼 紧接着想起什么 对了 今天是你去博物馆的日子 对 我跟一个同学约好了 妮娜回过头 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中午我就不回来吃饭啦 直接和同学去博物馆 您自己弄点吃的吧 知道了知道了 邓肯笑着摆了摆手 又再度叮嘱道 慢点 路上注意车子 好的好的 再见叔叔 伴随着女孩清脆的喊声 轻快的脚步以及门口铃铛的叮当作响 妮娜的身影消失在邓肯视线中 他穿过古董店门口的马路 飞快地跑进了普兰德早上的晨光中 邓肯目送着妮娜离开 回忆起之前的那次家访 回忆起那位莫里斯老先生告诉自己的情况 妮娜在学校里的朋友很少 大部分同学都不怎么爱跟她打交道 但即便朋友在上 看样子也是有那么一两个同学与她关系较好的 有人愿意邀请她一起去博物馆 而且看样子她自己也很开心 这当然是个好现象 她昨天已经打听过了 那位与妮娜同去博物馆的同学是一个同样住在下城区的文静女生 两人最近才成为朋友 关系还不错 邓肯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妮娜已经去上学了 下午也不会回来 今天又是工作日 古董店应该不会有什么生意 留在这里看店有点浪费时间 或许可以去城里走走 顺便 调查一些事情 邓肯在脑海中感知了一下爱依目前的方位 给鸽子下达了继续寻寿的指令 随后穿好外套 又将暂时休息的木牌挂在门口 锁好店门 便来到了附近的车站上 车站人不少 这个时间正是人们乘车上班上学的高峰 邓肯混在人群中 来到车站旁边的立牌前 看着上面的线路图 他的目光落在其中一条线路上 那上面清晰的印着一个地点 第六街区 官方记录中曾发生过工厂泄露的地方 邓肯收回视线 耐心的在人群中等候着 巴士车来来去去 好几辆蒸汽机关驱动的巴士车带走了站台上一半的人 过了许久 他才终于看到一辆老旧的巴士车晃晃悠悠地从道路尽头驶来 车头上的号码牌显示这正是他在等候的那一辆 邓肯跟着一大群人挤上了这辆车 老旧的巴士车中人满为患 赶着上班的市民站满了所有的座位和走廊空地 邓肯默默地挤到了靠近后门的地方 耐心等待着车子启动 伴随着蒸汽机关嘶哑吃力的低吼 这辆严重超载的车子启动了 售票员开始艰难地在沙丁鱼般的人群中穿行 一边招呼着人们买票一边来到了邓肯附近 深蓝色的制服被挤得都变了形 第六街区 邓肯对售票员露出一个友善的笑容 然而那个被挤得五迷三道的售票员听到邓肯的声音之后却明显一愣 像是没反应过来似的问道 啊 你去哪儿 邓肯皱了皱眉 第六街区 我看到线路图上有 这趟车不去吗 售票员又愣了一下 紧接着抬头看向旁边车厢上贴着的路线图 这才如梦初醒般赶紧点了点头 哦 当然去 平常没什么人去那 我都给忘了 四比锁 平常没什么人去第六街区 事故都过去十一年了 那座工厂周围还没重建好吗 邓肯心中泛起些许疑惑 但还是不动声色的买了票 随后便看着那位售票员又像个在千军万马中左冲右突的勇士班级回到了人群中 接下来就是默默等着车到站了 但就在这时他却突然感觉到附近似乎传来了一道视线 那道目光非常短暂似乎只是不小心扫了自己一眼便飞快的转移开来 然而邓肯的感觉异常敏锐 他不但感觉到这视线确确实实是指向自己 甚至在那视线转移开的时候隐约感觉到了一种恐惧和躲闪的味道 这让他立刻好奇的顺着心中的感觉望去 下一秒 他便在车厢尾部拥挤的乘客中间看到了一个正努力往后躲闪的矮小身影 他看到了那身影 那身影也看到了他 于是对方瞬间便停了下来 浑身僵硬的站在原地 竟好像连躲闪都不敢躲闪了似的 那是一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女孩 看上去年龄跟妮娜差不多 脖子上还戴着一个奇特的项圈 项圈上挂着个小巧的铃铛 是雪莉 邓肯顿时挑了挑眉毛 万没想到事情竟然能巧合到这种程度 随后便朝那女孩的方向挤了过去 后者这时候已经彻底僵硬下来 只是满脸紧张 甚至有些恐惧的看着朝自己走来的邓肯 别说继续躲闪 甚至连转过头都不敢了 邓肯就这样慢慢来到对方面前 笑着跟着女孩打了个招呼 又见面了 这个时间 你是去上学 雪莉眸足了勇气挤出一个笑容 虽然他曾经在阿狗面前大大咧咧地表示要抱上大佬的大腿 但这时候在已经意识到邓肯可怕之处的情况下 他笑起来比哭得还难看 您 您好 好 好 好